各位上师、各位同兄 今天晚上我们继续讲 马哈波叶波罗蜜多心经 仍然讲五五级灭道的道字 我们晓得这个道是无止境 也是包容万千 就很难能够找到一个真道的方向 那么因为很难找得到这个道的方向 所以很多人为了寻求这个道 就越找就越弥附 那么在道家讲起来 刚才莲世上师本身所讲的 这个道法自然 越自然就越接近于道 那么禅宗就有讲说 这个吃饭也是道 那么睡觉也是道 那么穿衣服也是道 那么研究到最后就变成了 这个吃饭吃得下就是道 那么睡觉睡得好就是道 那么刚才这个莲世上师讲啊 就是讲这个寒暑啊 很冷跟很热的问题 在禅宗讲起来啊 就是说 哇这个天气非常热的时候 那么你就把衣服脱光 那么在天气很冷的时候啊 你就穿大衣 那么这个是什么呢 那么这个就是道 那么有很多人啊 越寻找越早 找到最后 发觉啊 这个道没有什么了不起吗 就是这样子 那么现在呢 又有这个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叫人家说 啊你修道 啊就是 啊你们这个拿钱啊 拿出来就是修道了 那这种道是什么样子的道呢 啊他们讲说你你在修道吗 是啊我是在修道 那么又问他你这个道怎么修呢 他说我有出钱啊 我拿钱出来啊 那么拿钱出来 那么你还修什么道呢 啊那么对方就讲 那么我拿钱出来 那么别人就帮我修了 其实这一个道啊 离真道啊 是距离是很远的 那他到底是什么方向呢 那我们去看这个古代的这个修道人 啊他的头发很乱 他的符子很长 他很久没有洗澡 他每一餐啊 只是吃人家那个好像就肾的 好像比那个乞丐啊 吃的东西还要少啊 比那个就是吃的很少很少了 简直是没有办法讲的那个 这种食物 啊他这个瘦得很厉害 脸色非常的苍白 你偶然看到他以为就觉得看到鬼一样 那么他是在做什么呢 啊他说他是在修道 那么也有这样子的好像是说 他自己本身啊 他是有房子他不住的 那么他一定是住在魂墓 魂墓跟魂墓的中间 那么就是一个人啊很安静的坐在那里 以前的修道人就是住在魂墓的中间 住在岩洞住在树下 那么样子去修道 啊像释迦摩尼佛 他本身就是在写山这个六年的苦行 然后在菩提树下在那边打坐这样子修道 啊这是古代这个修道人的这个典型 那么很多很多这种奇奇怪怪的现象 他们都是在修道 啊以前我在西雅图也有一个这个女的地址 那么有一天他就打一通电话给给师尊 啊这个地址才没有归一才没有多久 差不多一个月而已 那么他打电话给我的时候 他就在电话的这个啊电话的笔端啊 他就跟我讲他说他已经得到了 我一听他归一才一个月马上就得到了 我心里就很怕 因为啊你说我当师尊的也弄这个东西弄这个道 也弄了二十几年了 结果他一个月他就得到了 我那时候恨不得这个转入地洞 那么我问他你到底得的是什么道 他说有东西啊有这个天上的这个佛啊 来告诉他事情说他已经得到 我跟他讲这个是天上的这个佛啊 在这个好像说加冕你 但是你还要认真的去求 这不是得到的 那不久呢他就从家里出来 那么他这个得到的人啊 那看到人他就傻笑 然后我们知道这个 这个幻事啊 也就是幻觉 幻事跟幻听 都是一种修道人本身所走的这个偏路 已经偏掉了 所以对于任何的幻境 我们只能当成一种鼓务 鼓励 这个佛华教我们 对于这一种境界的产生啊 要不起不舍 也就是说你不要去 好像是说执着 但是呢也不一定要很排斥 所以我们修行啊 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方向 跟正确的方法 好我们这个 这个世界上的宗教也是很奇怪 啊像那个 像那一般有一个宗教是这样子的 反正你 来的话就是 沾一个 就是有两个东西让你沾 你沾到一个可以求到 那么一个就是说还不可以求到 你只要沾到可以求到的 你就可以去求到了 那么经过这个 这个师父啊 那个师父只要跟你这样子伸手 这个一点 那么就得到了 那么很多人 就这样子跟我讲 我已经得到了 然后我们看这些得道人的生活 跟我们 也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差别 这个不叫做得道 其实得道啊 你要得这个道啊 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 正确的方向 跟正确的方法 所以在这个 这个禅宗里面啊 有融入自然啊 它把这个禅啊 这个融入自然界的一种味道在里面 所以才会讲出一句这个很有名的话 就是 平常心就是道 好像这个 这个空海啊 这个密道的 这个通密的祖师 所讲的一句话 是一样的 他是讲说 这个 风来的时候啊 很大风来的时候啊 你就要化为风 这个水来的时候 很大的这个水来的时候啊 你就要化为水 哇 我觉得他讲的这个话 这个含义是非常的深 轰来的时候我们如何化为轰 这个我实在是想不出来 但是我们的时候 像我小的时候啊 在这个 彭湖啊 在彭湖 那时候彭湖的轰沙很大 这个台湾的彭湖 一个island 那晚上啊 它那个轰是非常大的 轰直接这样子催你 那么结果呢 我们啊 就觉得这个好像是轰的阻力本身很大 很很大阻力的这个风 我们不能直接走 我们只能够这个用斜的走 好像那轰啊 不直接催你 斜的这样子走这个 好像知识形的那一种走路 这样子反而好走 那我的感觉上啊 就是说 我们只要顺走这个轰的事 那么去走的话就很好走 那么水来的时候啊 要化为水 这个解释又很难 那还好这个 这个师尊会游泳 那水来的时候我就化为鱼 事实上啊 我们假如懂得水性啊 我们知道这个水来的时候 不去挣扎 懂得水性 可以再服 再沉 那么你就很容易 逃过水灾 所以这个都是在讲一个顺制 就是一个顺 顺着轰的性 顺着水的性 所以当你修行的时候啊 你要认清你自己 适合于修哪一种法的这个性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自己本身 啊 定下来的一个修法的这个方向 跟正确的密法 啊 我曾经这样子讲过 啊 那么我们一定要先修 啊 释迦行 那么再修上师相应 那么再修本尊法 那么修宝平器 那么再来修这个初佛 那么再来通宗末 再来就开五轮 再修金刚法 再修无上密 最后修大圆满 当你修成了大圆满的时候啊 已经就算是奥的圆满 啊 这个是一个密教修行的一个层次 所以不管如何 我们要先修这个释迦行 作为密教的基础 那么修这个上师相应 得到这个密教的加持力 那么再修本尊法的时候啊 就有一个往生的这个 往生啊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后 往生本尊的这个保证 那么修宝平器的时候啊 你就是修这个器的基础 就是器功的一个基础 那么再来是修内佛的时候 用这个器啊 来升起内佛 那么有了内佛才能够通宗末 通了宗末以后啊 才能够开你身上的这个五轮 五轮出现的时候 你就能够修金刚法 得了金刚法以后啊 你可以修三身 也就是法报应 佛的法报应三身 当你三身严满的时候 就可以算是得到 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个 真佛密法 这个修行的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向 跟正确的一个方法 假如不这样子做的话呢 是不是有办法可以 找另外一个途经去得到呢 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个宗教 本身是很多 都有很多简易的方法 但很可能 他只是道的一部分 而不是圆满的道 所以有人 他自立于修行 旨在于道的一部分 而不是真实的那一个道 所以有的人 他是喜欢在讲话论道 好像是说今天 我们来谈道 那么就谈的这个得道了 然后我们称为 这种道叫做 口陀禅的道 有的人讲说 我就 命去做善事 我的人已经做得很好了 我就是做好人而已 那么做 这个是属于做好人的道 那么有的人 他就喜欢这个禅定 每天这个不管什么时候 他都是坐在那里 那么你这个走过去 他也不看你 你敲他一下 他也是安静坐在那里 就跟木鱼一样 他永远在那里禅定 这个就是坐禅的道 那么有的人呢 他就很喜欢这个去盖庙 今天我盖好这一座庙 我明天又要盖那一座庙 后天又要盖那一座庙 他把自己的庙弄得很多很多很多 卡特这属于盖庙的道 那么有的人呢 他说他能够这个 能够练一种功啊 叫做 道家的一种叫 壁骨功 有的他能够饿上十天不吃东西 有的是五十天 有的是一年 甚至于三年 甚至于十年 他都不吃东西的 那么不吃东西就是越多天 就是得的道就越多 那么假如是 是到最后吃的话 我看就是没有道了 所以这个道啊 是很奇奇怪怪的 他们所讲出来这些道 都是很奇奇怪怪的 那么在密教里面讲到的道啊 是这样子讲的 也就是说 你可以讲 在这个世间上 你已经完全通通漏进了 漏进了就是道 也可以这样子讲 也就是说 你完全没有烦恼 那么这个世界上 有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吗 你只要修到真正完全一点烦恼都没有了 可以讲很接近于道 然后你修到什么程度呢 你修到你可以从生啊 走到死 又从死走到生 那么从生又走到死 从死又走到生 那么生生死死 在你来讲都是一回事的时候啊 就已经接近到 那么你又可以拥有宇宙当中的 很多的这种力量 你可以知道你的过去世跟未来世 也就是说 你自己知道你的过去是什么 那么你也可以知道你的未来将是什么 那么你可以到佛的世界去 也可以到地义的世界去 你都是很自由自在的 那么你又可以知道 这个别人在想一些什么事情 你也可以知道这个世界上的种种的变化 你通通明白 那么你眼睛呢 你可以从这个地球的这个西方 你的眼睛一看 就看到东方 在那里有发什么事情 你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那么你呢 现在是在美国西雅图 但是你可以听得到这个台湾 你的爸爸妈妈在讲些什么话 这个都是接近一道的 那么假如你有一天 你真正有一个正确的这个方向 你按照这个真佛密法本身 这样子去修 很有这个方向 正方向是正确的 方法是对的 那么你就可以得到 所以我们每一个修道的人 必须要找寻一个正确的方向 还有正确的方法 不但要有正确的方向 更正确的方法 你必须要花很多的功夫 很多年的功夫去追求求这个道 释迦摩尼佛的教法当中 他说这个得到的人 就是必须要有这三样的 也就是方向方法跟精进 我希望大家能够有真正的这个方向 得到真正的方法 再努力精进 那么就可以得到 在马哈伯耶伯罗密多经里面 这个讲苦极灭道 这个道字 也应该是属于正念 正念就是道 正念 这个就是不颠倒的这个念头 就是正念 应该就是道 我有一个领悟啊 也就是说 什么是正念呢 到底什么是正念呢 那么不执着的念头 不弃执着的这一种念头 应该是属于正念 所以以前这个 这个佛菩萨曾经 这个指示过 这个努力去弘化 但不要执着它的成果 每一件事情你努力去做 但是不执着它的成果 这样子来讲起来 你这个念头 就会保持非常的清凉 这样子呢 才能够真正的环绕解脱 所以我认为 不去执着任何一件事情 应该是属于正念之一 不去执着你的这个心呢 就会平静 就像水面非常的平静一样 能够澄清的造现万事跟万物 应该讲起来 这个就是属于 这个佛的五大智慧之一啊 这个妙观察制的一种智慧 很唯妙的去观察 很唯妙的去观察 这个万事万物 所以呢 我回来 这个其实 今天晚上所讲的 也就是等于 马哈波叶波罗密多心经 那么苦极灭道的道 他在讲到这个正念 是接近一道的 那么正念是什么呢 应该是属于 不执着妙观察的智慧 那么这一次在外面 这个说法当中啊 有强调到这个舌利子 这个主要是讲解 这个舌利子的这个成就 那么再讲解啊 整个实修方面的 这个种种的经验 那么强调这个 真佛密法的重要 那么就是在这一个业当中 这个皈依的弟子啊 就有一万多人 这个是要感谢 这个佛菩萨 啊 金刚护法的加持 那以后 关于弘法的这个 一些细节 那么等 这个下个礼拜啊 或者下下个礼拜 啊 有时间呢 这个随行的上司 再跟大家 啊 做说吧 啊 谢谢大家 我马里边边边 也不帅